文化出帝又和大家介绍这个很有方便 亦有新名的文化活动 大家在有气鬼的频道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和把我们有兴趣的视频分享给你的朋友广传 今天我们和介绍很多时候的博物馆 都可能是很有心的 一个上午去参观的 但是近年有不少商场 都很注重文化的活动 来吸引消费者 甚至乎你不去消费也可以 你走入商场去参观这些文化的展览 而艺术科技是其中一个主流 在民间的展览当中很受欢迎的主题 最近在太古广场 金钟很方便 在L1层100A号铺 会展出一个叫Obstela Metas Bay的展览 结合了艺术科技 将我们平时的抗争实景 即是AR和虚拟实景 即是VR的技术 结合了 也有利用AI绘画工具 自动生成的美轮美换画作 也有NFT 圆宇宙等流行元素 在这个展览里面 会用不同的形式呈现出来 所以在商场里面 能够看到艺术品 有时候真的发现 原来艺术和商业 都可以谋求到一些奇妙的平衡 在Metas Bay的展览里面 连地面都铺了一些LED的屏幕 令到参观者 好像置身在太空里面 这些艺术科技 往往能够带动到新的刺激 我们的创新思维 激发了我们的想法 今次新媒体艺术家 朱力行和艺人陈凯琳 也合力用AI人工智能 绘画了 绘画的程式 制造了三幅画作 即是以前传统画画 我们所说的 用颜料 画布 用我们的画笔 一笔一笔地画出来 但是科技如何结合艺术呢? AI可能可以协助我们 AI现在连创作新思都可以有 其实在视觉艺术的层面 也可以通过AI的技术 去结合你的诉求 你的想法 他也有大量的数据 以前的画作是如何吸引 而创作新的作品 在这个展览里面 其中一个叫四时树之神 代表着数码智慧 朱力行在这个作品上探索 人类和电子 在未来世界上的共融性 所以我们科技 都不是冷冰冰的艺术 能够流传千古 很多时候 都是因为能够打动人心 触碰我们的心灵 今次这么方便 在商场里面的艺术品 大家有兴趣 去到太古广场 在早上10点到晚上9点 如果星期六日 在早上10点到9点 平日是11点到9点 展览会到2022年10月9日 星期日 有兴趣朋友 可以在太古肝场的L1层 100A号铺去看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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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